香港演藝人協会顾名思义 是以加强艺人交流和沟通 提升专业精神为中指甲 不过近年有不少风波 好像2011年传出有金草会员 瞒着会在外面搞活动赚钱 将会费由黑变白,温淆视听 昨天有报道说 各会怀疑章目混乱 怀疑会内有人穿桂桶底 超过600万的营运费,不知所终 那这笔数何时发现不见的了 不是去年2月成龙接任新会长 曾志伟移交帐目,请回计师核数时发现的了 报道说,志伟因为很忙 所以无时间亲自处理会务 加油协会的人帮手跟进 被要求开支票一万几千都照签 没想到有人会从中做手脚啊 由于这笔数在志伟在任期间消失 有指挥银河包填了200万 另外报道说,前年某个圈中有心人 曾经捐了20万元 被因为中风行动不变的刘家辉 大笔捐款至今下落不明 针对上述的报道 演员人协会昨晚就发表声明 说就怀疑有人穿跪同一市已经报警 只要有指捐给刘家辉的20万元下落不明 他们就否认有这样的事 还呼吁报道所说的有心人尽快报警 而据我们收到的消息 演员人协会察觉帐目有问题之后 其实已经在今年2月报警了 消息指,事件怀疑涉及协会一个女民职人员 据指她除了涉嫌侵吞演员人协会600多万元之外 还多次借口向艺人和职员借钱 数目由几千至十几万元不等 我们昨天问过演员人协会被书长陈志青 他就要短信回复说 有一件事交给警方不可以再回应 前会长曾志偉就在结稿前都未回应